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Python的视频 什么内容 请看我的画面标题 Python Auto GUI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拟人的自动化操作工具 它能干什么呢 我这写了一行 它可以帮咱们控制系统的键盘鼠标的行为 让咱们快速摆脱996实现幸福人生 为什么 因为咱们在工作中 哪怕咱们在玩游戏的时候 对吧 有好多枯燥的操作 枯燥且频繁的操作 这些操作 咱们完全可以交给电脑自动帮咱们完成 今天我给您介绍的Auto GUI 就是这么一个工具 今天咱们来学习一下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它的官网 我给您仿问一下 这是我的官网 大家请看 它这里面有详细的软件包的使用方法 写的非常详细 但是是英文 没关系 我给您总结出来 您按照我的课程走 就能够会学会使用它 然后这是一个GitHub 它是开源的 咱们也访问一下吧 这是它的GitHub 大家看星数2748 非常的不错 大家很认可这个工具 好 那么咱们如何使用呢 咱们首先先要进行安装 用PIP的方式进行安装 因为我已经安装完了 所以说这地方咱们看一下吧 大家请看 我安装完了Auto GUI 它附带了几个抓屏的 显示信息的等等工具 都在这个地方 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安装好的朋友 可用这个命令进行安装 PIP install 然后加上PYA Auto GUI就能够安装 好 安装完之后 咱们该怎么使用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马上给您操作一下 我先建一个文件 通过今天咱们学习这个课程 您就会发现 原来这么多枯燥的工作 都可以简单的把它枯裂掉 好 咱们先看一下 基本的使用方法 第一 咱们要获取系统的基础信息 什么信息 首先咱们看 我把代码拷到这个 Python文件当中 咱一行一行给您说 好 大家请看 第一行 impose它 没问题吧 这个字不必说 咱们要用到这个软件包 然后一上来 我先通过.size这个方式 获取您屏幕的大小 1024×768 对吧 1980等等 都可以获取到 同时可以获取咱们鼠标的位置 因为它要操作鼠标 它一定要知道鼠标相关的信息 同时 咱们还有一个 判断函数 干什么 它来判断 咱们指定的这个坐标点 是不是在当前的屏幕上 这一看就像是 它能帮咱操作屏幕的一些个基本的APM 好 咱们先少去 马上运行它一下 我这存个盘 然后到我的控制台下 清一下屏 Python main 一挥车 大家请看 出现了三个信息 size 是我现在屏幕的大小 1920×1080 没问题吧 然后我当前鼠标在的位置 是966886 然后我当前设的这个点 100100 在屏幕当中 所以说这个地方出来是处 没问题吧 好 那么当我把鼠标 比如说放到这个位置上 咱们再试一下 go 大家请看 出来的位置是63 320 对吧 应该是这样说 它的坐标系统认为 左上角00的位置 是圆点 然后右下角是最大的坐标系 OK 这是最基础知识 圆点不在左下 而在左上 OK 讲完之后 咱们再走 咱们看一下 如何操作鼠标的移动 我拷贝过来之后 给您讲解 每个视频 咱们尽量控制在10分钟之内 好 咱们先看一下我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 我先获取了屏幕的大小 没有问题 然后搭起来 这什么 这句话是说 将我鼠标 移到横纵坐标 都是10的位置 然后周期 是用一秒钟的时间 进行移动 我把它下面这几个代码 咱们先屏蔽起来 咱们一个一个看 好 咱们实验一下 这个代码 会把我的鼠标 自动移到00的位置 好吧 咱们试一下 我鼠标现在在哪都可以 然后它用一秒钟的时间 给咱移动 我现在清一下屏 注意看 注意看我的鼠标 过来了吧 对 其实咱们想想 咱们要编一些游戏的外挂 或者编一些游戏的辅助程序 是要有动态操作鼠标 这就是咱们操作的第一步 好 再接下来 我一完鼠标之后 接下来干什么 大家请看 我刚才用到了屏幕的大小 对吧 我接下来把鼠标移动到屏幕的正中间 你看 屏幕的宽度除二 屏幕的高度除二 然后呢 用0.5秒钟的时间进行移动 试一下 清一下屏 注意看 够 左上角 到屏幕正中间 没问题吧 非常非常好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咱们就不用这个Mu2的函数了 用MuREL 这是什么意思 相对移动 刚才咱们指定的是绝对坐标 对吧 移动到屏幕 从左上开始数的具体的位置 现在呢 是在我的鼠标当前位置的基础上 大家请看 向X轴移动100个像素 外轴不移动 然后呢 一秒钟周期 好吧 咱们试一下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是这样 咱们这三行代码 就是说 我把鼠标移到左上角 再回到正中间 最后的代码相对移动 向右再移动100个像素 好 咱们看看是不是这个行为 马上开始 Go 左上 中间 向右移动 完全没有问题 跟咱们想象的完全的一样 咱们已经可以自由的操作鼠标了 好 接下来 接下来是这个代码是干什么 这个代码是实时的获得咱们鼠标的位置 比如说鼠标在哪个位置 它能实时的捕捉到 比如说咱们在玩一个吃鸡游戏 对吧 咱们的鼠标来控制鼠标 找到敌人等等的操作 咱们必须要获得鼠标的位置 对不对 是这样 今后我不会说帮您写外挂 但是我会咱们做点视频 讲一讲如何自动玩游戏 如何操作咱们的机器人 来完成一些个游戏的通关 哪怕咱们就说 比如咱们玩这个吃鸡游戏 咱们如何通过这个画像识别的方式 来找到敌人在什么地方 同时把鼠标移动过去 但是不要设计 咱们这点其实都可以做到 咱们这是咱们后话 咱们一点点来 因为今后我可能要再开一些个AI的课程 那么咱们开AI干什么 主要是开AI玩游戏 好是后话 咱们试试 口碑过来 好 咱们开下这代码 我在运行 这是干什么 大家请看 一上来 我先记载一下当前鼠标的位置 通过这个position函数 然后我进入一个死循环 在这循环里面 我再取得鼠标的新位置 然后进行判断 如果新位置和旧位置不一样的话 我会在屏幕上打出新位置的坐标 同时把新位置传给旧位置 就这么个简单 来获得鼠标当前的位置 因为当前位置 咱们通过 咱们移动鼠标 当前位置是变化的 对不对 好 马上开始 够 注意看 执行 什么都没有 因为我鼠标现在还没有移动 对吧 当我一移动时候 大家请看 动了吧 每个的位置 随时的位置 都能够给我随时获得 这个在咱们在打游戏的时候 对吧 这就会用得到 OK 接下来 接下来是这样 鼠标的移动加点击 咱们刚才在移动鼠标 那么鼠标还有行为 比如说这个左肌 右肌 中肌 拖动 都能够模拟 好 咱们拷贝过来 然后我一行一行给您讲 好 咱们看一下 我引用了两个库 一个是咱们这次的AutoGUI 一个是这个时间库 这个是Python内置库 然后咱们一上来 让系统时间先停两秒钟 然后我跟你说一下 我的代码是要干什么 是这样 我的代码 这段代码的操作是 将我的鼠标 动态的移到 HELP的菜单 然后点击 弹出紫菜单 再将我的鼠标 移到最后这个About上 再点击一下 这是我这个鼠标 要完成的动作 就是这段代码 好 咱们看一下 这代码怎么实现 首先一上来 通过这项代码 叫做Locate on Screen 然后我这传进来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是什么 咱们看一下 就这个HELP 就这个菜单的HELP 我把这个地方抓成一张图片 存起来 然后咱们在代码中进行调用 那么这行命令会 找到我全屏 整个屏幕上 和我图线 和我这个图片内容 完全一样的位置 返回一个叫做Position 可以吧 然后他肯定会找到这个位置 对吧 就这块和这个图片内容 是完全一样的 对吧 然后我通过Center函数 干什么 找到这个位置的中心点 这个地方返回的是一个点 然后我再将鼠标 移动到这个点上去 用一秒钟的时间 好吧 下面我先屏蔽起来 咱们先看 咱们先看 前三行代码的意思 再说一遍 找到图片 然后移动过去 然后结束 好吧 试一下 这个地方 注意啊 我按完回车之后 马上就要切换到 我的这个VS Code 注意看 注意看 鼠标过去了 没问题吧 很多朋友说 没看清是吧 没关系 那咱再来一遍 好 注意看啊 注意看 过来了吧 没问题 过来之后 接下来咱们 用这个click命令点击 也就是说 我把鼠标移到help 然后进行点击 应该弹出此菜单 咱们再看看这个行为 我存盘 马上开始 注意看大家 过来 点击开 OK 非常自动化操作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操作不是我操作的 我什么都没干 是咱们程序性操作 咱们再来一遍 注意看 回车 切换过来 注意看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做 现在根本不是我在做 OK 出来了吧 接下来 咱们干什么 咱们把这个menu打开 现在是我操作 把这menu打开之后 让鼠标移到about 然后再做点击 然后怎么做 请看 我把鼠标 这个菜单点下之后 然后让鼠标 再往下移动 650个单位 可以吧 用到是mu REL相对移动 对吧 然后用一秒钟时间 然后再点击 咱先不做点击 先让它移动 咱们先看上去 现在的效果 好 试一下 注意 马上进行 go 注意看 鼠标上来 点击 鼠标移动 到about 停止 没问题吧 那么接下来 咱们再做点击 到about 咱们再点击 好 咱们再试一下 注意看 慢慢的 咱们开始实现 咱们的自动化操作咯 go 注意看 鼠标上来 点开 再点击about 弹出about的画面 对吧 咱们还可以在这个about画面里面 咱们再点击 或者这个ok 或者再点击 按下回车 都可以 咱们一点点的完成 ok 然后大家再看这个位置 为什么我这要睡两秒钟 是因为 我这个地方 点击完之后 我要切换到 这个用程序 然后我等一下 然后系统才再给我操作 对不对 其实咱们还可以 就说不用去睡 咱们自动去激活 这别凑了 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好 接下来 接下来是重点的 重点 键盘输入 拷贝过来 跟你说一下 今天可能是这个 视频有点超时 一上来 像他睡两秒钟 没说了 然后咱们怎么干 请看 我这个例子 我准备打开 Windows的NodePad 说看就看 现在就打开 对 咱们准备要操作它一下 怎么操作 好 大家请看 我先点击一下 这个编辑器 然后输入 I like Python 咱们先运行到这个位置 看一下 好 咱们准备试一下 我应该是在这个地方运行 然后我马上要点到 这个NodePad 注意看 注意看 输入了 I like Python 没问题吧 这不是我输入的 这个是程序输入的 OK 没问题 接下来 咱们再看这行代码 这样大用 是干什么的 首先说 如果说接受输入的话 用这个TypeRight的函数 好 咱们再说 如果我要有一个打字的动态效果的话 那么我就不要这么说了 怎么说 大家请看 我在这个输入内容之后的第二参数 加上了一个0.25 什么意思 每个0.25秒打一个字符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效果 可能这个时间有点紧 所以我得快点把这个讲课讲完 怕您睡着 Go 注意看 大家请看 再一个个输入 对吧 怎么样 咱们再来一遍 清空 再来一遍 Go 注意看 第一行是一看一次性输入 第二行是一点点的输入 这效果没有问题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接下来 它还能够一个字符 一个字符的输入 同时能够操作鼠标前后移动 那我这行代码是干什么 这行代码的意思就是 最后一行 意思就是说 打着一个good 然后把这个鼠标按三下左键 退换到这 然后切掉第一个字符 变成大写 好吧 这是我第13行代码 这行代码的意思 咱们往上运行一下 好 Let's go 先清掉 然后准备运行 Go 大家注意看 一行快的 然后一行慢的 接着一行修改的 注意看 good 然后切换到前面 变成大写 再加一个句号 非常好吧 像不像咱们自己手工在打 通过这个来模拟键盘的输入 OK 非常的简单 最后再给您讲一讲 这个组合键的使用 这个稍微有点多 我尽量快一点讲 有朋友说 出了这些API还有什么 您可以看官方网站 不有趣的朋友 我可以再做第二期视频 专门给您讲解 这个AutoGUI 非常的好用 好 咱们看 接下来 这段代码来干什么 我给您讲解一下 首先 每一个操作 都要暂停0.5秒钟 这是这行代码易 这行是安全失败 是说 当这行代码若生出的时候 这个鼠标放到画面的左上角 它会自动抛异常退出 这是另外的话题 好 那么我这个代码要干什么 大家请看 首先 在记事本里面打出时间 咱们知道 这记事本怎么打出时间 比如现在这是个记事本 对吧 怎么打时间 我问F5 就出现当前的时间 对不对 好 那么 我通过D行打出一个时间 然后呢 再打上三行的 Hello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 接下来是重点 接下来大型这个位置 我按下Ctrl键 Key down 我还没有up 我按下Ctrl键 好吧 接下来 再按A 相当于CtrlA 干什么 这两个代码 是选中所有的文本内容 对吧 接下来 我再按一个C 干什么 复制内容 对吧 接下来 我松开Ctrl键 这个就相当于咱们 在模拟咱们人工的操作 对吧 那么我这四行代码的目的 就是说 选中所有内容 同时 拷贝 还没有粘贴 我拷贝完之后 该怎么做 大家请看 我用鼠标 再点击一下记事本的下方 然后呢 再输入两个空行 之后 CtrlV粘贴 这是咱们这个代码的内容 好吧 先少续 马上运行 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您是不是觉得 这个 Auto UI 非常的有意思呢 好 准备进行 Let's Go 注意看 时间 Hello 全选 拷贝 粘贴 都出来了 跟咱们想的是完全的一样 那也就是说 通过今天我给您讲的课程 您能够很自如的操作键盘鼠标的行为 比如说以后咱们要写自动玩游戏的程序的时候 可能还有敌人的检测 包括巡路 对吧 自动开车 自动巡路 这个是用到一些AI的知识 这个没关系 我的下方频道也不关 对吧 咱们一点点的来完成这些个咱们理想的内容吧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关于Python AutoGUI的最基本的使用方法 希望您能够听明白 没关系 如果说我实在是不懂 没关系 够留言 咱们一起讨论 如果您觉得还想再多学关于AutoGUI其他的知识 没关系 我可能再开一些其他课程 对吧 好 那这课程就这样吧 我的代码会放到开转中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会传到YouTube B站 请您下载观看 OK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咯 拜拜